今宵來關心的是這個新北市 優利峰 哪是有似柔子的 恐怖 在那時候是那間優利峰 減風 它沒有罪來簽結 在房間某一間 輸入優利峰這部分 有哪有家長在這期 說這事情已經過這麼久了 這檔案的減減也不出來 新北的減速今天回應說 在這幾天應該就有結果 以後人員之前出動 為請到入去採檢 因為新北市 十字某一個優利峰 有學生小孩的優利減減 好親像無症上 才贏去採檢的房間 經過蘇聯地檢署 困難調查後 認定專案沒看見到犯罪 以無罪侵結 昨天事件很快要一試的 高效率的證明 完全沒有這回事 那板橋優利峰事件 新北地檢 我相信應該很快 就會有一個答案 板橋某一個優利峰 同樣出現伺候的情緣 有學生小孩家長 感覺很奇怪 事情發生到現在一個多月了 頭髮的檢減也沒有結果 心來感覺沒那麼安心 大概是已經快五十天了吧 就是高效率總統 我還在想在院外去 但是院外需要這麼久嗎 我們就是一個問號 第一批送了12位幼童的毛髮 第二批送了24個 近期這個報告就會出來了 將在第一個時間就會跟社會大眾公布 現在地檢測說 白症有30來的家長提出故事 少年山團九安說明 由五月開始 也流少採染30來的 學生小孩的頭髮 送調查去檢測 白症是以最速限來處理 一定這幾天就會有結果 只要報告一個出來 就會在第一時間公布 這次的胃藥事件能夠趕快的落幕 那還給我們幼教界的一個 親近的學習環境 這才是我們所有的親師生的福氣 專欄因為政議不斷 甚至也變成政敵江峰的議題 不過對秦叔來說 感到希望真相可以趕緊查出來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